好,要訪問新榮神拳林一泉 阿傳,你好 主播老師好 恭喜你 謝謝 林一泉,真的 第一個問題要請教就是 在今天許總教練做這樣的一個安排 沒有讓你排上去先發 那這樣的一個安排 你自己心裡的感覺呢 會不會覺得也還滿甘心的 總教練做這樣的一個安排 很謝謝教練團 可以製造這個機會給我 然後也要謝謝說我們隊友這麼挺我 讓我有機會可以拿下這個獎 你知道陳志偉你們閃亮亮三兄弟 他會停在三壘 我看黃九龍教練也有擋 因為賽前的時候就有… 大家就有集合說 等一下如果發生甚麼狀況 要怎樣去做 都有沙盆演練好就對了 對… 就是要把打扁王留在牛隊 要給林一泉 對 當那球你打到左外野的高飛球 那一剎那你自己心裡的感覺呢 因為那顆球… 我沒有擠得很好 就是擠球臉沒有擠得很好 所以還滿擔心的 還好自圍的腳夠快 幫我跑下了這一分 那跑進來那一分確定之後 你自己心裡是否有一塊大石頭 放下來了還是真的相當振奮 我看你高舉手起來了 這年來所有的壓力 還有球團隊的期許 就通通都放下來了 真的 所以你真的是比較在意這個打扁王 反而安打王就已經沒有那麼在意了 對不對 其實都很在意 只是說有機會的話就不要放棄 既然安打王已經沒有拚了 只剩下打扁王 那就是拚拚看這樣 是,真的 相信林一泉 雖然我們都說她是超級新人 但相信她的壓力也非常大 剛剛林一泉也說了 終於這一整年的壓力 好像都放下來了 不過我這邊 今年裡有一個非常經典的畫面 在那邊做法鬧威娜絲 對,我們都還沒有問過你 那時候怎麼會突然有這樣的想法 後來看到陳志偉還拿毛巾打你 對 一開始這個狀況是 泰山學長在那邊先做 然後他就說 這個好像滿有效的 然後就叫我演練一下,試試看 結果真的做了… 他就打不好 對,我也不知道被攝影機拍到 對,那時候分數差距比較大了 對 才會有這樣好玩的鬥趣動作 原來是張泰山先踢擋 然後先做法的 對 不過真的不做錯 兩位選手都非常努力 不過今年林一泉,先問一下 你有沒有先想好 新人王的得獎感言 都還沒準備 還沒準備,要準備了 今天才要開始擔心而已 好 好好的要擬一個稿子了 不過真的也是透過這個機會 請林育全來回顧這一整年 你第一年打聚棒 然後也受到那麼高的期待 以及那麼多的關注 終於今年所有的賽事 你也全情出賽都打完了 回顧一下這一整年了 自己的感想 這一整年… 其實一開始進來 想說抱著平常心 然後就是多學習的心態 可是 打到大概七八月左右 就覺得壓力好像落在自己身上這樣 就是把自己壓力一直放在自己的身上 然後就是會想太多 不能平常心這樣 後來自己怎麼樣釋懷了 其實有學長跟你講還是怎麼樣 都有啦 然後 徐總教練也有找我私下談過 然後 我的家人也有一直鼓勵我這樣 叫我不要想太多 所以慢慢地那種感覺 又回來了 就可以比較平常心 是,打棒球其實是很快樂的一件事情 對你們從小打到大的球員來講 我最後一個問題 也許有一些尖銳 但是我覺得球迷也是會滿想知道的 就是說你當初想要留在台電 然後最後還是做了這個決定 加入了職棒 這一整年打下來 你有後悔嗎 沒有後悔,因為既然做了決定 就沒有後悔的事情可以發生 所以就是繼續往前衝就對了 好,這回答相當地好 真的既然下定了決心 要走職棒這條路了 也沒有甚麼時候後悔 早知道不要進來甚麼之類的 就是往前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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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林宜泉衝出了一個 非常漂亮亮眼的成績單 也真的是讓今年看職棒的球迷 有很多的話題 也看到你的好的表現 也希望這條路呢 你未來能夠走得越來越的平順 不要有那麼多的壓力 謝謝你,接受我們採訪了 謝謝你 好,謝謝 謝謝 好,我們這邊要請觀眾朋友 先休息一下 待會馬上回來 OK Mag... 渣 ... ...